台积电股价为何会上涨 台积电合理估值应该输多少 为什么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 举途轻重也更加凸显 大家好 这里是美股投资网 前纽约证券交易所分析师的频道 相信有不少观众都对台积电非常的关心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台积电这家公司 我不仅会给各位观众分析一下 这个半导体行业最新的技术发展 还会说说我们团队对于这家公司的看法和估值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记得点击关注 好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在德州仪器TXN担任资深副总裁的张忠某 非常熟悉半导体产业的运作 1987年在台湾创立了台积电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巨头 员工超过5万1000人 为客户生产的芯片的应用广泛 包括电脑通讯产品 消费性以及工业用电子产品 车用电子等 台积电所开创的芯片 专业代工的运营模式 更是彻底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面貌 苹果与高通持续数年的诉讼站 虽然已经达成和解 但是苹果去高通化的脚步是从未停歇 在收购英特尔手机基带芯片 并门将近三年后 苹果将采用自研5G基带的规划 提升了日程表 据供应链消息称 苹果明年推出的iPhone14 将搭载三星的4nm制程的 高通X65 5G调制界条器 及射频系统 搭载苹果A16应用处理器 而2023年推出的iPhone15 将首度全部采用自研芯片 其中5G芯片会采用台积电5nm制程 自研的射频IC采用台积电7nm制程 A17应用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3nm量产 目前苹果自研5G芯片 以及配套射频IC已完成设计 近期开始进行试产以及送样 预估2022年内与主要电信厂商进行场域测试 2023年投入量产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吃下苹果5G调制界条器 及射频系统订单后 本就十分抢手的台积电芯片 或更加一心难求 这意味着苹果去高通化进程更进一步 由于希望降低对高通的依赖 以及减少专利费用的支出 近年来苹果去高通化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营收结构上来看 高通在行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其大部分利润来自手机芯片业务 以及技术许可 由于该公司拥有涵盖移动通信一些 基本原理的专利 所以无论手机制造商是否购买其芯片 他们均需向高通支付一定的专利授权费 对于这一点手机厂商们较苦不迭 国内的手机厂商内族曾站起来反抗 而苹果更是因此与高通爆发了持续数年的诉讼战 同时为防止高通在基带上一家赌纳 自2016年起 苹果开始有意复制起英特尔 在数年的交恶与对博公堂后 终于双方在2019年迎来了世界大和解 这年4月苹果和高通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 苹果将向高通支付一笔未知款项 双方达成6年的授权合约 包含两年的延长选择权 该项合约于同年4月1日生效 此外两家企业家之间 在全球各地的多件诉讼一并撑销 随后苹果开始重新使用高通的基带 然而苹果从未放弃过自演计划 投资者们相信 软硬件一体的苹果 终将研发出自己的基带芯片 彻底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2019年7月25日 苹果就以1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英特尔旗下的手机基带芯片部门 这笔交易当中 苹果除了获得英特尔该部门的相关设备外 获得了8500项蜂窝专利和连接设备专利 以及2200名英特尔员工 对此在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当中 库克曾向投资者表示 这次收购可让我们的无线技术专利组合超过17000件 使得在长期我们将拥有和控制核心技术 今天这则消息无意又让苹果去高通化的进程更进来一步 上游的明争战斗固然精彩 而消息提醒的芯片代工战场却是更加激烈 谈及芯片代工厂 大家首先提到的肯定是三星和台积电 两家因几纳米制成芯片 常年罢评各类发布会及新闻 到本次视频台积电市值已达到6000亿美元 三星市值约为4400亿美元 此前因西安疫情封锁的缘故 三星无奈关闭坐落于西安的重要生产线 根据Trained Force几帮咨询数据 三星在西安市有两座大型工厂 均用于制造3D NAND高层数产品 投片量占该公司NAND Flash产能达到42.3% 占全程达到15.3% 消息一出三星股票暴跌 而台积电当天台股直接涨停办 其他半导体股票如美光西数也跟着受益 西数上涨 在此事件前 一家总部位于首尔的企业追踪机构称 在过去的12月当中 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公司 台积电和韩国三星电子之间的市值差距 已经扩大 从一年前相差约100亿美元 以扩大至1170亿美元 其中部分原因归咎于2021年年初 三星副会长李再荣 因入狱使三星错失了很多重要扩张决策时期 加之现在的生产高度受限 可以说眼下占据对三星是很不友好 反观台积电 台积电过去12个月的EBETA利润率为68% 净收入为38% 接近约30%的股本回报率 与三星芯片代工 因为同时企业设计芯片而受技术封锁不同 台积电不涉足涉及所有有机会获得大量的技术资源 共享而一门心思全放在芯片制造上 现已拥有53%的全球市场份额 而在先进的芯片制造领域 更占有高达90%垄断地位 这张图显示了台积电与三星7nm 以及以下规格的产能对比 2019年和2020年台积电7nm产能大约是三星的5-6倍 2021年约3.5倍 在5nm节点上台积电产能大约是其4倍 在资本支出方面进行对比 此前台积电宣布将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斥资1000亿美元扩大其芯片产能 进一步广固其在龙头的位置 而三星也于2021年11月表示 将斥资1160亿美元用于其下一代芯片业务 以期尽快在2022年缩小与行业领导者台积电的差距 如今Catch已经进一步拉开 但三星硬实力摆在那 它是如何应战的呢 三星计划使用更先进的逻辑架构来缩小技术差距 事实上三星和台积电在生产3nm使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台积电用的是传统的FINE FET结构 而它在这个结构上的足以是成天下无敌 但是3nm就是这个技术的极限 三星采用的是全新的GAA技术 这个技术难度高了不止一点半点 但成果是体质更小 能耗更低 效率更高 是之后通往2nm的必经之路 三星声称呢 与FINE FET相比 GAA工艺将能够减少45%的新品面积 以及50%的功耗 从而使整体性能提高35% 在3nm的节点上呢 三星已经意识到 已失去和台积电抗衡的资本 因为其GAA技术尚不成熟 成品率低 据消息称呢 三星虽表面上仍在生产3nm 对外宣布要赶上台积电的3nm产能 实则已将大部分资源投入研发2nm制程 利用在3nm上练兵取得的GAA经验 在明年的2nm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台积电虽然也拥有GAA技术 但就三星这一计划 很可能会是影响之后先进芯片领域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顾客方面呢 台积电为46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 其主要客户包括苹果 博通 海思 AMD 联发科 英伟达 高通和英特尔 这张图呢 显示这些公司以及台积电 2019到2021年年收入的百分比 至于三星呢 将其客户群与台积电进行比较有些误导 2020年呢 三星将60%的代工产量都内部消化 主要是用于其智能手机Exynos芯片 剩余的产能中 20%去往非专属客户高通 另外的20%呢 由英伟达 IBM和英特尔分担 随着三星在2021年增加其7nm以下先进芯片的产量 自由消费率将下降 可能降至50% 在估值方面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详细的财务模型 来反映台积电估值被低估的情况 但是其远期市盈率说明了一切 该股未来12个月的市盈率为15倍 EV比上EBETA 31倍的市盈率 这些仍旧接近市场水平 未来三年的预期收入年复合增长率呢 为18% 自由现金流呢为20% 预计股本回报率将保持在28%以上 净现金投顺呢 在整个期间保持稳定 但考虑到台积电拥有广阔的前景 领先的市场地位 台积电出色的财务业绩预计将继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台积电将于1月13日盘前发布财炮 市场整体对台积电去年业绩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对2022年营收指引和资本支出计划 也抱有两位数增长的较高预期 此外呢 台积电年度营收持续冲新高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拥有苹果AMD 英特尔高通等数十家客户 领先支付台积电款项 但是市场高度关注台积电的产能布局 先进制程进展 以及公司对半导体产业前进的看法 台积电的股价已经横盘震荡半年多 逢低买入是最好的策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足迹 我会认真的看完每一条留言 你们的支持将是我不懈努力的动力